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的雅思老师Lawrence 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雅思A类的小作文的最关键的写法 尤其是如果大家要求不高的话 只想要求拿到6分 今天呢看完这节课基本上能达到这个要求 好咱们话不多说开始进入课程 好的现在大家看到了我share的一个分享的google doc google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公司 然后他把这个word这种文档都免费的给大家去分享 所以大家学会利用这个东西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是经常会把这个学生的作文呢 和这个老师写的立文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通过google这样的doc去分享 通过邮箱就可以做到了 大家学一些这种方法很重要 OK好咱们话不多说直接切入主题 今天要讲的是雅思A类的小作文 最近呢又到了年底有很多的A类同学 或者在这个多伦多上高中的同学呢 马上要参加A类考试了 他就会问我很多问题 包括就是A类的小作文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如何去写 那么咱们今天呢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还有他一些相关的一些用词词汇 还有他的一些逻辑 OK好 A类呢首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他的这个小作文的出现的内容 一个就是线图 那你会看到一幅图是线 线图一般我们把它归类为这种动态图 OK它是dynamic 一会我会给大家去讲这个动态图和这个静态图的区别 线呢就是动态图 OK有line 有线就会有时间 还有两个轴 一个x轴一个y轴 OK 然后呢 丙图呢就是pie chart pie chart 两个饼 一般情况是两个饼 然后最多的情况会出现到四个饼或者六个饼 出现四个饼到六个饼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做对比 比如说法国和英国或者美国和日本这样去做对比 然后与此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时间点 但是大部分的饼图呢它都是属于静态图 OK 所以呢如果发现有四个到六个这个饼图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上升啊下降啊 这个属于动态图 动态图有自己的单词 一会我给大家去介绍啊 动态图的使用的单词和静态图使用单词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好 柱状图呢就是bar chart啊 bar chart柱状图很多的柱状图都是动静结合的 动静结合的 也就是说它既有比如说男生女生这样去对比 与此同时呢都会有一个时间的上升 1980年1990年到2000年 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动作啊 与此同时呢你会发现1980年到2000年 它整个都是一个过去史 所以它考察的语法有一个过去式的一个点 对所以大家脑子比较清楚的话啊 就是把这个语法然后把它的词汇都把它写清楚 基本上描述一下图片的最重要的keywords 或者是key features啊就可以了 好不太常考的后面三种 就是比如说combo combo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线图有个柄图啊 或者有个派图有个bar图啊 这样去叫做combo啊 combo相对来说比较浪费时间 我们遇到combo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推荐学生先写大作文 然后回来再写小作文 OK好 diagram就是咱们说的流程图 流程图和地图体是咱们考生特别的纠结的 或者特别的不喜欢的啊 如果想拿到7分的同学呢 尤其这个diagram和map要练习一下 OK diagram和map它的语法 一会儿我不介绍啊 它就是其实简单 嗯 那diagram和map这种题型呢 它的语法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啊 就是一般现在式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难一点 就是被动于态啊 一般现在实价被动于态 你的同学前前一周考了啊 就是考了线 那这一周就是饼 下一周就是柱啊 它有这么一个规律 这是咱们长期老师这个教学和这个蹲提的一个经验 但是呢 如果你现在考到了这个机考 基本上没有这个规律了啊 没有这个规律了 所以你就要去看一看其他的 线饼柱及其他的 OK 好 那咱们现在来分析一下什么是dynamic 什么是static OK dynamic就是咱们说的动态图 刚才已经提到了啊 动态图呢 就是有时间的变化的东西 就是动态图 它不限定于只是线 它也有可能是饼 也有可能是柱 对吧 所以dynamic 但是大部分情况呢 这种静态图呢 一般就是饼和柱 那饼和柱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两个国家之间的电力的 这种情况的对比 只是其中一年 比如说2010年2020年 这个时间做对比 OK 好 一个时间做对比 那就是静态图 柱状图也是啊 在一个时间 一个小镇和另外一个小镇做对比 或者一个男生和女生做对比啊 基本是这样 OK 好 如果我想拿到这个分数啊 就是要求的这种六分 那我一定要说它的话 OK 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按照它的要求 它的标准去写 那它的要求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考官看完你写的这个小搜文 基本上就可以怎么样了 回去把这个图画出来 是不是 所以呢 你要按照它的这个要求去做 OK 好 动态图的词呢 我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啊 比较简单 大家都已经认识了 所以你要有意识把它扔进去 比如说increase这个词 increase这个词呢 很多老师讲都是动词 讲它的过去是increased 一会儿我会提到这个过去是的重要性 increased 但是呢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在盖尔雅寺我们经常会给大家去教另外一种用法 就是increase的名词用法 比如说 it had a sharp increase or it had a sharp increase 或者是a sharp increase was witnessed OK 所以increase可以当名词 有意思吧 好 rise这个词呢 是动词 大家都知道 它的过去式比较tricky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词的话 小心 它的过去式是rose rose 那我们就可以避免犯那个rose的错误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名词就可以了 对吧 同理可证 fall就是下降 fall这个词简单吧 其实看似简单 但是很多的高分立文理都使用这个fall这个词 但是它fall都会用名词的形式 had什么样的fall 比如说had a dramatic fall had a sharp fall had a gradual fall 怎么怎么样 好 decrease跟fall是一个意思 decrease当然也跟increase一样 也有一个名词的使用方法 ok decline呢 decline就是下降咯 对 decline 一般我们把decline就是把它当作名词 动词呢 很少用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划掉就可以了 ok 把这个划掉就可以了 好 所以在英语里面 尤其是写这种表格的时候 它的要求是什么呢 它的要求就是你在写一个动词的时候 你必须要紧跟着一个程度的副词 程度的副词呢 在中文里的程度副词 和英语的程度副词完全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一上来就得到了五分五点五的同学 可能大脑里都是用中文去翻译过来的 比如说快速的上升 我们会用fast rapidly swiftly 还有什么immediately 立刻上升 所以呢 这是中文的思维方式 但是在英语里面呢 它完全完全用的是不同的词汇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注意一下这个区别 我们一般都在雅词写作里会用slightly这个词 slightly这个词呢 就是微微的小小的点点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slightly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 就是increase the little bit 如果你说了a little bit 那就是没有很高的一个分数了啊 就不是按照他的要求这样去写的 slightly是他要求的写 ok 写的方法 好 gradually呢 就是咱们说的 慢慢的 慢慢的这样啊 叫gradually gradually ok 好 sharply呢 就是非常大的啊 就是程度很高的那种叫sharply 最夸张呢 是dramatically 一般情侣校我们不用这个词啊 但是咱们中国同学喜欢用dramatically 那dramatically应该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上升 ok 所以一般写到sharply就会了 好 也就是说 这些副词要搭配着刚才说的那个动词去使用 如果刚才老师讲的是increase是名词 那你就把这个副词变成形容词 这样去搭配就好了 ok 那下面快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静态图的词汇啊 如果你掌握了静态和动态的词汇 你去考试的话就非常的兴有成竹 考前呢 建议大家去抄两篇立文 或者是自己写两篇啊 发给老师也可以啊 我们一般的要求就是同学们 然后去写三到五篇 基本上能考到六分了 ok 好 静态图的词汇呢 是这样啊 occupy occupy就是咱们说的占用一个东西啊 这个咱们之前学过 occupy就是本身是一个动词 occupation是名词 但是很少用occupation这个词啊 occupy就可以了 它的过去式是把y变i加ed 不要直接加ed ok 好 第二个比较专业的词汇呢 就是它占了百分比 另外一个占用叫account for account for 它的过去式怎么变呢 就是accounted for 加ed accounted for 或者你可以把它做一个另外一个状语 逗号加accounting for 多少多少多少 百分比 当我们说到百分比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在写这个小作文的时候 经常会用percent percent 它可以连接下来写 也可以分开写 对吧 但是其实 真正考试的时候 你写这个符号 这个sign 这个symbol 就可以了 percentage 这个symbol 就行了 ok 但是这个雅思作文呢 并不是一个考这个数学啊 百分比啊 这种作文啊 它其实考的是语言 它是一个language ok 大家去讲一个笑话 有一个同学写这个雅思写作的时候呢 就出来一个这么一个数字啊 就是说 a is b 就是多少多少倍呢 它写的是196倍啊 然后很多考官就会画一个question mark 你怎么算出来这个196倍 而且你如果是196倍的话 你可以说 almost 200 times 200倍就行了 ok 最后写的196.37 变成了一道数学题 它其实是一个语言题啊 语言题 所以他们就把它数字 尽量隐藏起来啊 尽量隐藏起来 之后我会跟大家去分享啊 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频道 之后我每周都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 比较实用的一些单词 ok percentage和proportion呢 是一个意思 然后呢 它就是作为主语 比如说the percentage 什么什么东西 占了多少多少 或者percentage什么东西上升了多少多少 ok proportion是percentage的替换词 所以在雅思里面 小作文有很多的啊 相应的替换词 大家一定要去记一记 ok 好 那如果占比率的话 它本身描述那个比例 它肯定会说老大老二 或者是最小是谁 对吧 老大老二呢 或者是就柱状图也有啊 柱状图也有最高 对吧 最高你可以说largest largest 对吧 然后呢 再说most most 但是如果你想拿高分的话 你需要用这个词 the majority of something 对吧 the majority of something 大多数什么什么东西 lowest呢 就是最低的 对吧 a least number or the least proportion the least percentage of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相对应的 所以基本上 咱们在静态图的时候 会discuss它最大和最小 好 那如果要有对比的话 它肯定有一定的对比的词汇 对吧 比如说compare to compare with 谁谁谁谁谁谁的 two times three times 一般十倍以内 我都会看出来 是吧 times 咱们都知道 要加s 就是多少多少的倍数 那在英语里习惯写倍数 还有另外一个替换词 就是folds folds就是咱们这折 对 它是它的几折 所以是two folds 如果在写two folds的同时呢 你还能加上这个as many as or as much as 这个语法就更高分了 对吧 因为as many as是另外一种高级的比较级的诱法 OK 好 最后呢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小作文的一些语法 小作文语法呢 一般分为三个试态 第一个试态就是过去时 刚才我在讲单词的时候 故意的去提示了大家这个动词的过去时的形式 然后呢 过去时是past tense 大部分的静态图和动态图都是过去时 所以它是出现最多的情况 那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给自己的一个学生一个什么样的tip呢 就是比如说你写完小作文 大概18分钟 19分钟 最后的那个一两分钟干什么呢 回去把动词变成过去时 或者是不确定的动词把它换一换 换成名词的形式 或者换另外一个动词 OK 好 所以过去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很明显的提示 你看到了19802010 那这肯定是过去时 过去时你的动词都要变化 start started finish finished reach reached OK 好 将来时呢就是future tense future tense在一般线图里面都会出现 有这种prediction或者叫forecast 提前的预测啊 2030年怎么样 2050年怎么样 这时候呢 我会用将来时 比如说用will 或者是be going to 用will的机会更多一点 will更多一点 当然你会说be going to也可以 好 最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时态叫一般现代时 两种提醒会遇到 一个是地图题和流程图题 很多同学呢觉得遇到地图题和流程图题 是自己的unfortunate 很不幸的事 其实呢 你不需要去分析图 发现了吧 所以呢 它比这个馅饼柱要来得更容易一点 你就是把看到的把它写出来就行了 用什么时态呢 一般现代时 因为它是一个流程 比如说它制作专的一个方法啊 或者是一个小蝌蚪变成青蛙的一个life cycle啊 对一个花的一个life cycle啊 它都是一般现代时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流程图 它是被制作出来的时候 要用被动语态 要使用被动语态啊 地图题也是 比如说以前是森林 现在被怎么样 森林引导另外一个区域了 或者是这个地方被建了很多的房子 然后旁边的公园被建立起来了 都是被动语态 所以基本上小作文就靠这三个语法 好 今天Lawrence老师跟大家分享了雅思写作A类作文的 简单的一个basic一个介绍啊 如果你没看明白的话 你可以反复去看一看 记一些笔记 然后练习一下啊 看一看立文 都是很好的方法 之后呢 我会跟大家去分享雅思A类小作文的一些句型 或者一些套句 你可以直接把它套用进去 这样去写就很快了 好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你点一个赞 然后呢我们每周都会分享非常干货的雅思的一些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去点击订阅啊 把小铃铛打开 不要错过 我们下一期的分享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